1月17日,泰国曼谷北部一家烟花厂发生爆炸,现场黑烟滚滚,有至少20人死亡。 据泰国媒体报道,这起事件发生在周三下午大约3点钟,地点位于曼谷以北约120公里,74.56英里的宿潘无礼府。 我们无法确定是否所有工人都已遇难。 救援人员正在进入现场进行调查,他们没有发现任何幸存者。 苏潘无礼府省长纳塔帕特·苏万普拉泰普告诉路透社,根据警方的一份声明,初步调查的死亡人数为20人。 另据The Nation Thailand报道,已有23具尸体被找到,进一步搜寻仍在进行中。 巨大而有力的爆炸声震动了整个地区,烟花厂屋顶的碎片和各种瓦砾散落一地。 据美联社报道,救援基金会的救援员工早些时候估计大约有15至17人遇难,但后来表示,很难确认具体数字,因为遇难者的尸体已经支离破碎。 社群媒体上传播的视频显示,现场冒出浓浓的黑烟。 当地救援人员在网络上发布的照片显示,工厂场地几乎被夷为平地。 爆炸的原因正在调查中。 这一事件的发生时机距离中国新年不到一个月,而新年期间烟花爆竹的需求旺盛。 泰国总理斯雷塔·塔维辛在瑞士参加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期间听取了爆炸事件的简报,并敦促迅速展开调查。 总理办公室表示,总理下令对该工厂进行查看,看看其是否合法运营,以及爆炸是否是由于疏忽造成。 法律必须得到最大程度的执行,因为存在无辜者伤亡。 烟花事故在泰国并非罕见。 2023年7月,泰国南部村庄Muno的烟花产品的仓库发生爆炸,造成至少12人死亡,121人受伤,100多间房屋在爆炸中受损。 1月17日,中共公布2023年人口数据,称中国人口为14.1亿。 知悉中共公安部内部数据的人士,对大纪元透露,中国在测人口仅有10亿。 中国大陆在新冠,中共病毒,疫情中成片的人死亡,大陆人看不到真实消息。 知情人,中国在测人口是10亿。 江苏省南京市人林霄,化名,不便透露自己的具体身份。 近日,他对大纪元记者透露,从中共内部消息得知,中国因疫情死亡的人很多,中国现在没有14亿人口。 他最近看到一个中共公安部的内部资料,全国在公安机关有登记的,就是在测,在边,的人口应该是10亿人。 谈到在中国肆虐的疫情,林霄说,人们看不到真实消息。 他说,我估计现在医院里百分之百是人很多,死的人都一片一片的,全国的情况都一样。 林霄还说,感染了病毒,最后的结局就是白费。 生病的人就医,如果钱不够缴医药费的,医院会把病人撵出去。 民众,棺材难满。 日前,河南南洋居民李先生告诉大纪元记者,官方隐瞒疫情消息,以流感等乱七八糟的名称糊弄老百姓。 中国人都生活在谎言中。 李先生一个月前发烧,难受,感觉很冷,浑身疼。 他说,我估计这肯定是染疫了。 这几年的疫情中,我的父母都去世了。 有一个今年才39岁的人也死了。 辽宁山区村民杨凡,化名,对大纪元记者说,自己感染已经两个多月了,反反复复不好,难受了好长时间。 在偏远的山区,生活很艰苦,得病的人很多,但没钱看病,有的连饭都吃不上。 杨凡说,这段时间他知道的就有五六个人死了,就是病毒引起的。 棺材都买不上,一个棺材卖三万八千元人民币。 他说,至少七八种病毒混合在一起。 有的人感染之后,症状是眼睛疼,面部肿,有的人是鼻子出不来气,好像是被水泥堵上了,有的是发高烧,各种症状都有。 中国大陆的新冠,中共病毒,疫情自2019年底,从湖北武汉爆发以来,从未消亡,先后发生了好几波。 2023年初的高峰时期,各地医院看病的人朝大排长龙,火葬场,殡仪馆,已爆满。 上述受访的李先生透露,在那波疫情中,棺材都买不上,哪里都没有棺材卖了,棺材店里积压了几年的棺材,一夜之间就没有了。 死亡的人中,30%都是年轻人。 2023年1月,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开市,三年多来,中共一直在掩盖疫情,中国的疫情已经死了4亿人。 2023年8月,大陆疫情在起,中共继续极力掩盖。 当时,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再次指出,新冠疫情主要是针对共产党,以及那些盲从中共,维护中共,为中共卖命的人。 目前死了很多人,包括很多年轻人。 2022年7月,发生上海公安局数据库遭入侵,泄露10亿人个人信息事件。 黑客,叫Chinadan,在网络犯罪论坛,公开出售大陆居民信息和警察案件数据,包含10亿居民的个人资料。 专业人士表示,这个数据库是完整的。 当时时政评论员邢人涛的文章表示,上海公安局数据库的信息显示, 全国人口也就10亿左右,和中共官方宣称的14.2亿相差4亿,佐证疫情中死了4亿人。 中共官方则对此事件保持沉默。 中共人口数据引致疑,官方公布的2023年中国人口数据为, 全国人口为14.0967万人,全年出生人口902万人,比2022年少54万人, 死亡人口1110万人,比2022年多69万人,人口减少208万人。 据官方此前的通报,中国2022年出生人口为956万人,死亡人口为1041万人,人口比上一年年末减少85万人。 对比官方数据可见,从2022年至2023年,中国的出生人口逐年减少,且减少的人数进一步扩大。 林肖表示,中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,2024年的出生人口恐怕都达不到700万。 按现在10亿人口判断,到2050年,中国人口大概就在7亿左右的水平。 林肖还说,去年,中国的死亡人口在2000万都属于正常。 近期,大纪元记者采访了大陆多个省份的居民,几乎人人都表示自己或者家人感染了病毒,而且身边有不少人猝死。 北京市民曾告诉大纪元,很多精英人士死亡。 近日,河北和内蒙古的民众说,有的人感染后毫无征兆就死亡了。 另外,收集整理中共官方公布的碎片化信息发现, 中共党、政、军、警、科研、教育、文艺等各领域官员,名人密集病亡。 他们大多为中共党员,共同特点是为中共的存在服务,为中共的意识形态数倍利转,为中共的邪恶统治图之磨粉。 他们中许多人是各界精英。 对于官方公布的2023年中国人口数字,中国问题专家王鹤的文章表示, 中共的人口数据是经过精心编织的。 各界对中国出生人口持续下降没有多少分歧, 质疑的核心是在2020年至2023年疫情这四年的死亡人口数据。 疫情中到底死了多少人? 中共讳莫如甚,甚至连死亡人数参考的火化遗体数据都予以封杀。 例如,中共民政部发布的2022年第四季度民政统计数据和2023年第一季度民政统计数据, 没有按惯例发布火化遗体的相关数据。 2023年7月13日,浙江省民政厅公布了2023年第一季度火化遗体数据, 数字较去年增长超过72%,但相关报告随后被删除。 2023年3月13日,浙江省民政统计数据,